大家好,我是加油红木桃子 红木生意是一天比一天难做 最近我朋友圈有一位老板在处理一套八件套的仙桃沙发 交价五万元 有人跟铁回复说什么木 还有网友跟铁说是不是白酸汁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一套什么木头 从外表上看跟越南产的缅甸花里有点像 八件套 从朋友圈的图片上来看 跟我们越南产的这一套仙桃沙发 大同小异 看起来料还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款要小一点 雕刻也没有那么深 小小的 从重量上来估计的话 不到六百公斤吧 那这么一套八件套的小款沙发 交价五万元会不会有点高了 我觉得这个老板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有点傻了吧 因为咱手里没钱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啊 但作为一个红木爱好者 我还是喜欢红木 对红木有一定基本的了解 从外形上来看 会不会是缅甸花梨 或者说会不会是非洲花梨 那我只好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了 我见过缅甸花梨 见过非洲花梨 从外形上来看 木纹 颜色跟缅甸花梨 非洲花梨很类似 款式也都是一个 闲讨沙发的款式 重量也都差不多 我心想这个东西古贵吧 说实话 虽然我是一名红木爱好者 掌握了红木家具的一些基本知识 材质方面虽然说有一些了解 但是还不够深入啊 视频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套 听老板说是缅甸花梨木的 视频上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那个老板发图片的这一套了 有知道的网友请留言 或者私信告诉我这一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到底是一个什么木头啊 它是缅甸花梨 还是非洲花梨 还是什么杂木啊 它到底值多少钱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么请你告诉我 在这里先感谢你了 最后我以五万元太高为由 推迟掉了这一套货 停止了咨询 但是我始终还是想弄明白这一套 到底是一个什么木头 价值多少钱 也就咨询了我其他红木木有 木有告诉我 这可能是一套缅甸花梨木 也有可能是越南黄花梨 如果说是越南黄花梨的话 价位就有点偏高了 当时我觉得我的决定很明智 但后来这位老板 把他的鉴定证书发给我看 说是越南黄花梨材质 价值100多万 大家觉得这个像吗 我觉得这个老板肯定是忽悠我的 好了这期的视频